近日知名狗仔晒出向左带郁姓回家的视频 可以看出向左对女方表现得颇为体贴 主动给对方披衣服 随后向左还将美女带回了自己与郭碧婷的婚房 对方在向左家逗留了一夜 向左被拍到带美女回婚房疑似出轨 母亲向太否认两人在洽谈工作 消息一出向太便第一时间为儿子辟谣 声称被拍到的女子是向左的一位大姐姐 两人见面也是为了洽谈工作上的事宜 并且顺势怒斥有心之人故意造谣声势 眼看着舆论愈演愈烈 向左本人也没有出面发生表态 而另一边刚刚被曝生下二胎的郭碧婷同样选择沉默 反倒是郭碧婷的爸爸亲自下场维护女婿的形象 同时透露郭碧婷受到了夫家人的善待 希望大家不要不变是非的轻信谣言 即便双方父母均已发生 但是在外界网友看来 郭碧婷刚刚辛苦生下二胎 向左却不注意拿捏分寸的将异性带回家 于情于理都是有失妥当的行为 没想到这场风暴还未平息 有网友却放出更为重磅的猛料 直指向左早在去年就出轨他人 据悉 一位网友晒出了自己与闺蜜的聊天视频 从内容上可以推断 这位网友的闺蜜是向左之前的女友 而去年八月 向左来到上海 却又主动联系上这位旧爱 有意与其秘密约会 可以看出这位闺蜜内心一度十分的挣扎 表示向左已经结婚生子 因此不想再与其有所瓜葛 从女方的言辞中可以推断 她与向左此前就曾有过约会 因为向左已经结婚也有了孩子 所以她不想再纠缠下去 而向左约她上海见面的时间是2021年八月 如果聊天内容属实 也就是说向左早已出轨 此外 这位爆料网友还晒出了向左与她闺蜜的视频聊天画面 视频中向左完全素颜出镜 让人咋舌的是 这画面怎么都不像是和朋友聊天 爆料者还晒出这位闺蜜的照片 看上去很网红 晒出足够证据之后 爆料网友还直接爱她了向太本人 看样子底气很足 拿出了一副与向左一家正面刚的姿态 不知道看到这样露骨的视频 向太本人究竟会作何感想 此次向太是否还能力挽狂澜 为儿子救场 而网友看过视频后 表示太震惊了 无法相信 这个是喜欢了那么久的明星 另外在去年六月 向左曾多次发动态 表示想念妻女 期待与郭碧婷和女儿团聚 之后也多次表示想念郭碧婷 两人也是在去年八月才团聚 如若向左出轨数真 那么郭碧婷的遭遇 的确让人心生怜惜 很多网友纷纷感到不可思议 其他富二代找小三 都是选择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但是向左所找的这位美女 虽然身材不错 还颇有姿色 但和郭碧婷对比 简直相差太远 此前狗仔拍到向左疑似出轨视频时 向太第一时间出面否认 称视频中的美女 只是她的一个大姐姐 而狗仔的态度也十分的强硬 直接对话向太 将继续发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为平息舆论 向太再次发布长文 字里行间颇有威胁的意味 与此同时 郭碧婷爸爸回应网友 称向左把媳妇照顾得很好 一点也没有亏待 这才平息了舆论风波 没想到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向左被爆出 与其他女生 如此亲密的聊天视频 不知道他们家 又做何解释呢 一入豪门 深似海 如今郭碧婷上在哺乳期 老公却传出了 各种花边新闻 着实令人唏嘘 日前向左方 针对这些爆料 还未做出回应 且看接下来 已经处于舆论下风的 他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与解释 而且狗仔也透露 手中还有向左 更多的视频 只不过目前 也都没有公开 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放料 众所周知 向左和郭碧婷结婚 是在2019年9月 郭碧婷第一胎生产的时间 是2020年10月 而这位女生称 与向左认识了很久 并且之前就有过约会 这样一来 向左婚内出轨 基本实锤了 从女方的近照来看 化了妆后 很网红脸 身材也相当不错 看到这则爆料后 网友纷纷调侃 向太又要出来攻关了 真是应了那一句 无论娱乐圈的女明星 有多好看 男人照样出轨 值得一提的是 郭碧婷的爸爸 前脚还在支持女婿 或许是看到了向左 出轨实锤 他立马把微博的内容 全部清空了 目前只剩下了一条动态 而且还隐藏了 可见郭爸爸和网友一样 都走在吃瓜的第一线 此前向左被拍与短发美女 回郭碧婷婚房 郭爸爸发了一杯冰淇淋 直言要消消火器 紧接着 郭爸爸在评论区回应网友 希望大家不要乱说 向左把郭碧婷照顾得很好 一点都没有亏待 事实就是事实 没想到这才两天 郭爸爸就被打脸了 估计是不想被打扰 所以关闭了社交账号 向左妈妈陈兰 也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一开始向太称 女方是向左的姐姐 两人正在谈公事 对此媒体直接开对向太 透露她手上还有锤 随后向太不甘示弱 直接发了一篇 摸不着头脑的文章 其中有很多威胁的意思 并称自己会黑化 黑化起来相当的可怕 网友理解为 向太喊话媒体不要再爆料 不然就让你们凉凉 搞笑的是 媒体还没爆料 向左的前女友就出来捶她了 不知道向太这次 又该怎么回应呢 向左和郭碧婷的婚姻 本就存在利益 很多人猜测 就算是向左出轨被捶 她也不会离婚 有网友分析 向左发生了这种事 其实并不太能影响到郭碧婷 有网友认为 目前郭碧婷有孩子 有房子 嫁入豪门之后 不用她干活 又有大笔的钱 老公虽然愁一点 但是并不黏着自己 妥妥的爽文 答应嫁入豪门的大女主生活 更有网友开玩笑地表示 羡慕郭碧婷 说她活成了大家羡慕的生活 这种观点存在争议 向左能够做出这种事 是在很多网友意料之内的 在她和郭碧婷宣布恋情 到结婚 到生孩子的时候 网络上就一直有关于她的猜测 更是有人觉得 向左长得就一副不老实的模样 没想到如今真的是一语成衬 猜测变成了现实了 不知道这次被实锤 向左和郭碧婷的豪门婚姻 能否维持下去 虽说之前网上流传的 向左他房无人伤亡的口号 是大家开玩笑的 但是真的被实锤了 向他的头恐怕要腾起来了 毕竟郭碧婷是他亲自挑选的儿媳妇 从相恋到结婚 都是他一手促成的 如今儿子被曝光丑闻 实在是打他这个当婆婆的脸 更有网友们开玩笑地表示 向左这段失败的感情 透露出一个问题 包办婚姻不靠谱 向他是很强势的性格 只要是他想要的 无论如何都能得到 所以当他开口认定 要郭碧婷当儿媳妇时 作为主人公的向左 也不敢说一个不字 在这段感情中 向左是否真的喜欢郭碧婷 都已经不重要 但是却碍于害怕母亲 偷偷到外面偷星 却是真的 偷星不可怕 被曝光才尴尬 如今面对网络上 越来越严重的舆论风波 向家并没有出面回应 相信此时的向家 应该也乱成了一锅粥了 不知道会想出什么对策来应对 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豪门 出现这么一档子事 确实很上不了台面 倒是向太那么喜欢郭碧婷 肯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有替郭碧婷打抱不平的网友 晒出了小时代中的名场面 叫郭碧婷应该一瓶红酒 倒在向左的脸上 此前向太一直推自己的儿子 进入娱乐圈 想把他捧红 如今应该有多低调就多低调 再也不想上热搜了吧 目前吃瓜网友们 都在等待当事人的回应 期待舆论的最新进展 你觉得这次的爆料实锤 向左还有证明清白的方法了吗 请不吝点赞订阅区